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咱们今天赌鱼举吧 行啊 赌什么 赢那一方呢 有钱要求对方满足一个月了 好啊 第二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就要你文文 他俩不是那种关系 我哪里不好 你不是我的猜 来 从此以后 我的手机 任你翻任你看 密码你生日 行了吧 你好不好不要再生气 那你早说不就没事了 当着人家的面跟我争 不能人家俩人吵架 你总得有一个帮 这个有一个帮那个的吧 要不然它得平衡 男女是要平衡的 你知道吗 睡觉 你这边 你咱俩都睡这辈了 你床堂了 所以我得睡这辈 这叫平衡 知道吗 不要再啰嗦 睡觉 林峰呢 在里边 这个时间你应该在哪 我跟你说话呢 广东的赖总等着你一下午 你干什么去了 能有事就没去 上次让你接哼你你就没去 是罗小聪去的 我没有当面揭穿你 我是希望你知错就改 没有想到你现在变本加厉的来糊弄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没想干什么 我没想干什么 我就觉得我 我去了也没什么用 再说我也不想被人摆布 摆布 让你见客户谈生意赚钱是摆布吗 妈 你知道亨利对我们公司多重要吗 他是我们未来企业的关键人物 行 我妈我知道错了 我 我不是故意不去 我 我不是故意不去 我是真的有事才没去 泡妞去了对不对 谁泡妞去了呀 我告诉你 你正经的谈恋爱我不会管你的 你怎么可以跟社会那些烂七八糟的女人胡混 还让人家跟到家里来 你要气死我对不对 我没有胡混妈 有人可以跟罗小松 你说说 是不是那个女的缠着我的 是吗 罗小松 算是吧 但是追她的女孩是挺多的 不少 什么叫不少啊 罗小松你哪只眼睛看见女的不少了啊 我麻烦你以后说话的时候 能不能经过你的大脑思考一下再说 而且事实上就是那些女的缠着我的 苍蝇不盯 无缝的蛋 你平时要是注意 他们才不会找你呢 我觉得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要是不喜欢人家 就要跟人认明说 不要处处留情 男的这样很不负责的 滚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林芒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罗小松 你就站住 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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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真是啊 嗯 怎么不是啊 嗯 真是不是啊 哎 你自恋啊真是啊 那你这天是吗 嗯 嗯 在哪儿呢啊 嗯 嗯 你故意咋给天是先给我砸的 嗯 嗯 走 哎呀 哎呀 你干什么事啊 嗯 嗯 是这电脑人事吗 对呀 劲爆吧 你说得那林少爷真是太过分了 这不是玩弄女性吗 你的稿子设计完了吗 那应该怎么办呢 顺便捡点肥吧 肯定是那个狐狸肩给我林总的 林总才不会看那种货色呢 你不用给他解释 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 你就给我盯紧了就行了 有什么事情及时跟我汇报 好的 别像这次似的盯紧点 您放心吧 啊 起来 我叫你起来 你老实地告诉我 外边传的风风火火的事情 你做过没有 我做什么了 你说你做什么了 我没做什么呀 没做什么 没做什么人家说得这么热闹 你老实地告诉我 你到底是做了还是没做 我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呀 就是你跟那个 你叫什么苏 苏什么 那个女孩 我跟她没什么 我跟她怎么了 你说你怎么了 你说你怎么了 你别去那儿跟我玩胡搅蛮缠 不是 您听见外面的传言 你还不相信你自己儿子是吗 我跟她真的是没什么 没什么 我是你妈 我还不了解你啊 我告诉你林峰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要是你爸爸活着的时候 看她怎么教训你 看她怎么教训你 你自己注意你的高血压 你干什么去啊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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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我不去 我不去 你给我站住 你去不去 我不去 你站住 我妈明天就知道 谁帮血厅和打碎的 谁帮血厅和打碎的 你跟孙总说好了 我赔 行了 九万八 你蒙我呢 九万八 像我这种身份的人 还需要蒙你吗 别废话了 走吧 我自己会走 你去哪儿 你能说话吗 我这儿好多事情呢 我自己会走 我跟你说等会儿孙总回来 什么事情都没完成 都赖你 上车 去哪儿啊 上车 这下车你能告诉我去哪儿了吧 太大了 太大了 你别叫死了 你去哪儿啊 为什么不说 我只是让你后悔拒绝我 你没面子的话 我告诉你 追求过的女人多了事了 你还不算糟糕 至少跟我打过几次抬拳 你别告诉我 你喜欢的是这种等级的裸子 不行 她在我眼里单纯直率 而且 我就看她睡眠 我真不知道 是你有问题 还是她有问题 还是我有问题 太高估你了 是你有问题 太做作了 我告诉你 你连她都没有伤 凭什么她要打我 凭什么她要打我 今天让我很没面子 走 我告诉你 下次你要再拿我当挡箭牌 我告诉你妈 眼睛没事吧 你说呢 你说呢 那谁让你唱歌的 你家的地方不能唱歌 闭嘴 Teil 最近吃饭 多少钱 dazzle 定 6000吧 好 jsm 再见 我回来嘞 回来啦 从宝儿吃饭没 没有啊 你说饿了啊 嗯 想吃什么呀 随便 你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对啊 不容易啊 小朋友 哎呀 我倒过气啊 那都想要做饭吃 你今天累吗 还好啊 看什么呢你这个 没干什么呢 你想什么呢你 你没想什么 来来这位同志来来来 来来转过来 嗯 怎么了 没事 神经病啊你 哎 回来一趟带搭搭不洗脸的 干嘛呢 喂 骆从 你干嘛呢 我想事呢 你想什么事呢 就考虑问题 你没事不哭了啊 没有啊 怎么了 没人打了 谁打的 一个不认识的女的 不过你不用担心现在好多了 好 就打了这儿 其他地儿没坏 疼死了是吧 还好 那你现在什么感觉啊 帐 能开这东西吗 哪只眼睛 这是挤 你挤了吗 上医院 我去过了 在哪儿上医院 我去过了 你去什么过你去上医院 我去过了医院 你去哪个医院你也得去医院 没有我你去过了真的 你去过了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休息两天 能好啊 能好 现在就是有点欲情了 谁打的 我跟你说你别着急啊 今天皮特带我去抬球厅 皮特打你的 听我说 皮特带我去抬球厅 有一个女的可能挺喜欢她的 然后皮特打我当挡箭牌 那女的可能就以为 我是她女朋友 不是你没事 你去什么抬球厅 她带你去你就去啊 然后我就在那儿打球 然后那女的走过来就 拿抬球砸了我 我明白了就是说 说这个女的本来是要打皮特 但是皮特一害怕 拿你当挡箭牌 你挡箭牌吗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挡箭牌是说 皮特想让那女的觉得 我是她的女朋友 皮特凭什么想让那个女的觉得 你是她的女朋友 我估计她可能挺烦那个女的的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误会 误批会啊 我问你 是皮特把你带到抬球厅了对不对 对啊 好 这女的皮特认识对不对 认识 而且这个女的是因为皮特 才打的你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是跟皮特有直接关系的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但不是皮特打的我 嗯 我知道 你干嘛去啊 你坐这儿 不不不不不不不 你坐这儿 你听我讲 你先听我把话讲吧 我听你讲什么打成这样的干嘛呢 皮特已经道歉了 他道歉管用吗 他也赔了我五千块钱 也带我上了医院 五千块钱 他觉得五千块钱 我媳妇眼睛就值五千块钱是吗 他也上带我上医院了 那我也可以先把他们家人打了 然后再带 带 带医院家 你这样再去找人家 就是咱们没理了 不是他打的 他也不知道 虽然是因为他的 但是真的不是他动的手 而且我已经说过他了 他一下子再也不敢了 你行了 不吵了 我们不要因为他 再让我们两个一起生气 我已经生气过了 你再生气不知道 因为他我媳妇被打了 现在如果我在找皮特的话 是我没有道理 是不值当 你是把他打一顿 还是把那女的打一顿 你是在帮他袒护什么是吗 我帮他袒护什么 你说我帮他袒护什么 我不明白这个女的 凭什么要打她 不要再吵了我已经讲过 我们不为这个事情吵架 好不好 我知道你先等我 这是个意外 过两天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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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楼呀 我发现这一段时间的接触 你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年轻人 你虽然不是很聪明 但是你为人真诚 厚道 朴实 做事情认真 我教给你的每一件事情 你都能非常非常认真地完成 在你的影响下 我发现林峰啊都有所改变了 你没发现吗 是吗 所以呢 我想请你来公司 做总经理的助理 就是给皮特当助理 我给皮特当助理啊 阿姨 孙董 这个我可能做不了 我什么都不会 没关系啊 不会可以学吗 不是 我 我太笨了 我学不了 其实啊 做总经理助理 也并不复杂 我就是想让你帮我看住林峰 看着他 每天和什么人接触 是不是又去赛车了 是不是去打网球了 或是抬球什么的 有什么事情 你即使向我汇报就行了 我跟你说 我 她不会让我跟着他的 皮特 皮特很匠的 你 你讲不过他 而且他对我有时候 他 他 他对我有时候挺凶的 我也没办法 我 我 我怕我做不来这个 我不想做这个 我呀 观察了你和皮特在一起相处的那种感觉了 其实啊 皮特还是很触你的 你是不知道这个孩子 从小就没有跟什么人打过架 也没有人能够制服的他 上次你在楼下教训他 上次你在楼下教训他 我都听见了 阿姨非常的感谢你 我 阿姨 孙董 你还是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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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个人吧 我 我 我不适合干这个工作 我 其实小罗呀 你是不知道 她从一生下来 我们就把她放到外婆家了 我和她爸爸两个人 只知道在外边打拼事业 后来她爸爸去世了 我就把她接过来了 说是接到我身边了 其实 我真的没有时间 真正地去关心她 照顾她 所以让她在性格上 养成了孤僻 冷漠 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 有的时候 我真的是恨铁不称港啊 你让她往东她偏要往西 即便是她 愿意做的事情 她都要曾经做出来反抗的样子 为了这种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苦过多少次 我虽然在事业上 是个成功的女人 可是作为母亲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失败的 我管不了自己的儿子 这些话 我也只能跟你说说 我想求你 求你帮帮我 这 这 这个 孙总这个 太突然了 要不然你 让我 我考虑考虑行不行 不用考虑了 月薪八千 就这么顶了 我从 离开4S店的那天我就知道 我就是一个镜子 是镜子总会发光的 只是时机的问题 你看经过这段时间成长 这么多事情正能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叔叔 我说话你听见吗 我听见了 这么多时间正能 我是一个能量特别大的人 是不是 虽然我可能改变不了别人 但我觉得 我总是有一种 让别人觉得我能改变他的一种 一种力量 那是骗子 怎么是骗子 我是金子 我 我其实也是个金子 不是在说你是在说我的价值 说明我在 你看孙小雅这么高雅 这么对人严格要求的人 对我都无体头顶 这说明我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 当然 虽然他对我 这个 很 很欣赏 但我今天还是 还是拒绝了 我还是拒绝了 他邀请我到他公司里边 做这个 皮特助理的这个 邀请 但是我觉得我决定是对的 里头 孙小雅 邀请你进 公司 做皮特的特别助理 对 你没有听此理 你拒绝了 是的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不用商量 因为我已经决定了 你又决定了 我做这个决定是 是在你之前的那个决定的基础上我决定的 不是 你怎么知道你做的这个决定 是在我之前的那个决定的基础上我决定的 你傻呀 你不是不愿意我跟皮特在一起吗 你不喜欢他 我也不喜欢你那就是 但是 你看 我还跟你讲过 我说万事要商量啊 你这事不用商量 这事是咱俩做的决定的 咱俩做的决定也是要提前商量一下的呀 你看你不跟我商量 你就是要出大错误 就是要掉进悬崖的 严肃你这事 你这事 谁呀 你啊 好 要不 这是什么 你 Tasking 是 那我说有病啊 不开灯 拉破棍干嘛 生气病啊 我 我不是布置一下吗 谁死了 谁死了 没有 没有 我 我就是想造一个气氛 罗 罗曼提克 毒油脑 弄你没也弄 那怎么了 让谁给打的 没 去磕了一下 没事 你瞧你缺心眼那样 这么大人 还把自己磕出血了 没事 瞧你笨的 你给我拿拖鞋过来 谢谢 你这包挺好看啊 好看吧 新款 是吧 哪孙子送的 哪孙子 哪孙子 肯定不是那孙子 那孙子他抠 都舍不得给你花钱 哪孙子 瞧你那熊样 那你早点休息吧 那你早点休息吧 你干嘛呢 你什么意思啊 我帮你整理整理 什么意思啊 我帮你整理整理 你偷窥我的隐私 你偷窥我的隐私 人屁还有问题 我人屁 你这么猥琐的你 你要我什么的 我就是想把你整理整理 那你什么 几个意思啊 不是 谁拉开的 谁拉开的 不是 我拉开 我拉 你知情何在啊你 我怎么了 我又没翻过 对不对 我我为谁 你看你这死样子 更可欺的事 你错了就是错了 我怎么了 我没我 错了就是错了 对不起 我现在为什么 对不起 那什么意思啊 你只有我们俩之间 连这点心情都没有 那日子就别过了 滚滚 我不滚 我干嘛滚了 我让你滚 我不滚 那你就在这住 啊 我走 你个猥琐男 妈 你真走了 你去死吧你 谁应许你拒绝的啊 我就说你不伤了 你肯定有问题 你肯定是二 不是 怎么了 你 你不许你拒绝的啊 你想说天天跟我在一起吗 我想啊 你看 如果你要是不拒绝这个决定的话 你就是在家咱们俩在一起 上班我们在一起 上下班的路上我们还是在一起 我们二十四小时都在一起 你傻呀 你这是什么 但是派人分开比赛打得十分顺利 就是说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啊 是天屁在一起 你拒绝了 我可以看电视吧 谁允许你拒绝的 不是 我 我不拒绝不喜欢 一个你不喜欢我给皮特干活 另外一个皮特那个人小心眼 然后你说我给他干活的 本身也不喜欢我 回头他再给我穿小鞋 我找谁啊 他怎么可能给你穿小鞋呢 皮特在公司 你在公司 我也在公司 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之下啊 你脑子坏掉了 皮特是你老板啊 那他为什么要给你面子啊 对啊 对啊 不是 他是老板 如果他让我心情不愉悦的话 他怎么可能从我的脑子里边 原原不断掏出这个好想法 然后指着我正情呢 你在公司有这么高的地位 就算没有地位的话 他怎么可能说当着我的面 欺负我的老婆 对不对 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当着你的面 欺负你的老婆 我一毛捅死他 那咱们俩就失业了 我问你 这公司谁是老大 孙小雅呀 孙小雅是老大 孙小雅又是皮特他妈 孙小雅把你弄到皮特身边去公司 我把你弄进公司的话 皮特不听孙小雅的他听谁的 对不对 那如果说皮特给你穿了小鞋的话 那孙小雅 能饶着皮特吗 好像是这个道理哦 给孙小雅打电话 现在 现在 好 那我打了 是的 等等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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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不对不对 又怎么了 不对这事不对不对 怎么又不对了 我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 公司说不让夫妻两口子同时在公司 为什么 是规定 谁规定的 公司规定 不怕 没有人知道我们俩是两口子 张华知道 罗仨罗纳 不能 面对的 合作 罗仨和拜仁 不疼 本来我还想每天窥一窥你一起去上班呢 你再拉护兜回去吧 共 arma 叔叔 叔叔 你是不是很想跟我在一起上班啊 想有什么用啊 当然想 如果你够信任我的话 张华的事情 可以去试试 我们从此以后就是两个大白龙 嘿嘿嘿嘿嘿嘿嘿 你别动 你让我看看 把围巾掏出来 什么 你的美貌已经掩盖了你的傻气 怎么会掩盖的呢 坐在一起 再签字吧 我们正好每个月六号发工资 工资或自动打的 你这张平安银行开领 月薪八千 那密码多少 你可以自己设定 那第一次出什么密码呢 六个零 都是这样的 我叫安迪 人事部的 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 谢谢你啊 谢谢你 安迪 帮我把这归印一下 好嘞 这是林总的新助理罗小聪 这是我们人事部的经理 江经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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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正好 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给你介绍一下 林总都喜欢什么 好好好 罗小聪 你是怎么进的这公司啊 我是孙董安排我进来的 你认识孙董 啊 那你当初为什么让我给你老公找工作呀 当初我找你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 那孙董没跟你说 我们公司不能夫妻在一起上班吗 你胆子真够大的哈 你就不怕来公司见着我 你不怕我去孙董能告发你去 我忘了 我跟吴童商量这事的时候 我把你给忘了 你把我给忘了 我在你心目中也太没地位了 我现在就去告发你了 不不不 江泰 你别这样 看在咱们同学的份上 你别说行不行 这事只要你不说 我不说 吴童不说 也不说 就就就就没人知道 你不让我说我就不说了啊 你是谁啊你 你知道我坐到今天这位置 我花了多少心血吗 这么多年 我跟孙董说了好几次 我想当林总的助理 孙董都没土口 你刚来就给你了 要不然 要不然这样 你跟孙董说 你说我不适合做这个 然后 你让孙董安排你 我其实只要外边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小位置我就行了 你真够坏的啊 卢小聪 你真够坏的啊 你都坏得都流油了你 我坏 你又刨坑吧 我没有啊 又开始刨坑让我往里跳 我跟你说 卢小聪 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江泰了 你少给我玩这套你 江泰 你要实在要跟孙董说 我也拦不了你 但是我来 我其实才不在乎 做谁的谁的助理呢 我就是想能跟梧桐 每天一块上班 每天白天能见着他 晚上也见着他 要不然 我是不会答应 给那个臭屁当助理的 谁臭屁啊 皮特 就你们老板林峰 不许你侮辱他 你侮辱他就是侮辱我 你知道吗 灯灯 你把这些东西啊 张总 不是 这 怎么 怎么又要 这是林总新来的助理 我正找他谈话呢 林总助理啊 有什么事呢 您找我 您找我 那个什么 这个文件啊 我看一下 没什么问题 签字放我帮助 好嘞 挺好的 挺好 行吧 陆小聪 好 看着你对你们家 无同一往情深的份上 你肯定对林总也不会有非分之想 当然了 林总也不会看上你 那我就帮你这个忙 谢谢你啊 姜达 但是知恩图报懂吗 从今天开始 林总 去哪儿 跟什么人吃饭 喜欢什么 你都要随时跟我汇报 我尽量吧 我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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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 行了 你去吧 这是你 你别跟我同说 我来找过你 他不知道我们俩认识 行了 走吧 这是我们展示区 这是真的假的啊 当然真的了 真的 对啊 真的 这边还有呢 那不怕偷吗 那我一砸就偷了 每个角落都有摄像头 哪儿 到处都有 现正看着你呢 走吧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边 全都是真的 这是我们的新人培训室 大概能容纳六十人呢 老板来的时候都在这开会 是吗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正好 这是新来的林总助理 胡晓森 这是我同设计所的组长 你好 我组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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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认识啊 我不认识 不认识 那你怎么知道他姓吴啊 那个 你刚才说的呀 我没说 我没说 不不就是你说的 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他姓吴呢 就是就是 你 厕所没有纸了 我刚刚怎么说的 这 你刚刚就是这么说的 我好像 这些茶水天花 我怎么知道 真漂亮